咱们今天来看另外一款非常好用的均衡的插件 来自于Millenia的NSEQ 大家好,我是Alex Millenia这个品牌非常的著名 他们的设备在音频界是用的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去他们的网站看他们的客户列表使用者列表的话 Artist的话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回音的工作室录音旁的都用他们的设备 包括很多的剧院 很多很多的这种音频应用的场合 咱们今天看的这款插件叫做NSEQ 也是Millenia特别特别著名的一款 母代级的均衡插件 声音非常非常的平滑 很好听的一个插件 从功能上来讲 它基本就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四段的均衡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左边和右边基本是对称的 一和二 它有立体声左右声道的功能 同时有mid side的功能 我们一会儿会讲到 这四段均衡的分别是低频 中低中高和高频 高频低频呢 就是很常规的 Shelfing的那种形状 而中间这两个频段呢 给了你控制范围非常广的一个设置 同时呢 可以有可调的这个Q值 说到这个Q值呢 你可以看到4.0 0.4 这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用Q3来看一下 这个Q值数字越大的话 你可以看到4.0 这边呢 就是说明它的宽越窄 就像这样 这种形状 这是4.0的Q 0.4呢 就是这种形状 非常非常广 非常宽的 所以呢 当你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选择你希望影响的频宽 多还是少 比如说切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讲 如果你特别想去切掉某一个部分的话 去尽可能减少对音乐的影响的话 你可能会用比较窄的Q 也就是用数字比较大的 那如果你希望整体提升的话 让它更有一些比较整体的感觉的话 你用宽一些的Q 也就是右边的数字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记住了 Q值越大 频宽越窄 Q值越小 频宽越宽 然后它中间两个频段呢 给了你一个乘10的功能 非常好用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点 现在是在30左右 那如果点了乘10的话 它实际上控制是300的这个频段 而这个频段呢 我差不多放在了五六百左右 那乘10以后呢 就是五六千左右的这个频段 所以这两个乘10的按钮呢 给了你以后呢 你可以特别灵活的去控制你的频段 覆盖的面非常非常的广 这四段之后呢 每一段都可以增加20个DB 上面呢 这个in呢 这些按钮都可以单独的去 每个频段去切换 然后这边呢 有gain range 这个10DB呢 就是如果你点亮了以后的话 它不是正负20 它是正负10DB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 尤其是在母带处理的时候 你不需要动很多 那为了更精细呢 你可以点上这个 它控制范围会缩小一倍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没有点亮它的时候再调整 调整完了以后 你觉得如果你调整太多了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10DB 听一下 如果你只调一半 就是你调整效果只有一半的时候 效果会不会更好 所以有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切换这个10DB的这个按钮 来去做一个参考 看看自己到底做了哪些调整 或者调整到底到不到位 下面这是mid side 你点了以后呢 左边是mid 右边是side link呢 就是左右控制 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上面这个in呢 你点了以后就是bypass 当然这边的这个按钮 这有个很黑的一个按钮 看不太清楚 也是bypass 这底的小的trim呢 是它总体的输出 输出的声音 你点注的话是0DB 你当然可以减少 没有办法增加 但是你可以减少 最后呢 要说它这个twin topology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虽然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呢 对于这个硬件本身 还有这个插件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设备本身呢 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非常高压的 这么一个电子管的一个线路 class A的电子管线路 声音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圆的那种 暖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还有一个class A的 Discrete J FET的 这种FET的固态线路 所以这两个线路 会给你不一样的声音 FET的声音会更硬 更直接 更快 电子管的声音呢 会更暖 更饱满 所以呢 这个给你非常大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在你最后 整个音乐的这种 tone shaping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选择 点亮了以后呢 实际上是用FET 如果没有点亮的话 是用Tube 也就是电子管 咱们呢 先听一些音乐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频段 是在里边的 你自己去对比这个FET和Tube 我关掉以后是Tube 打开以后是IVT FET的声音明显会硬 尤其是那个均鼓那一下 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 就是如果你只需要用这款插件 来做一些声音上的改变的话 你拿进了以后 不用它的均衡线路 如果你需要硬朗一些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上GFET 这样的话 它声音会有一个很小的一种提升 但是听起来还是相当的 有力量靠前的那种 我们接下来看频段 咱们先从第一频开始看 好 我现在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剪一些 但是我希望能够在300左右的地方剪 所以我把这个拽过来乘10 然后用非常非常窄的一个Q 这个地方呢 是在差不多五六千的地方推一些 我把高频放进来 高频我在特别高的地方推一些 好 我现在用这个Gain Range 我把它变成10dB 所以我推的这些 或者剪的这些都会减少一倍 减少一半 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MS 把它变成mid side的模式 然后把link关掉 这样的话 你的左边是控制你的mid 也就是中间的这个声音 右边那是控制你两侧的声音 我们来一起调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你可以单独去控制这个 比如说你觉得你中间不希望特别硬 你给它去掉 你希望两边的声音更硬一些的话 可以把FET打开 说明镜需要您的接下来 如果你不希望去控制 两侧或者中间的声音 只希望去控制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bypass 这样的话 你可以只用其中的一部分 去控制你的side或者是mid 这也是一个相当灵活的 包括10dB这些东西 也是可以单独去控制的 所以它是一个相当 简单易用的这么一个处理器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所以那Millenia的这个NSEQ这个插件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声音特别的平滑 很多的时候 你用很多均衡插件的时候 你推一点发现特别明显 但是往往的那种声音会 会开始刺耳 这个插件 你会发现你推很多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不好听的声音 基本上可以给你很整体的那种感觉 当然了 你可以利用它这个Q去调整 你要调整的这个幅度 以及频宽特别重要 往往你用很宽的频宽 在推的时候 你会整体上有一种提升的感觉 或者降低的感觉 不会对你的音乐 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而且它这个tune topology 还是相当有用的 尤其是在你需要一些力量 你如果把这个放到鼓组上的话 增加一些力量的时候 或者是你希望用tube去 让声音变得更圆 更暖的时候 还是相当有用的 光这一个音色调整 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去试一试这款插件 Millenia的NSEQ 这应该是插件联盟的插件包里边的一个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下场 拜拜